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一蓝色短裤蓝色拳套的就是李明蕊 1米58的身高 1米58的臂展 98年的选手 11胜5负的战绩 而桑德拉马萨克瓦是1988年的选手 1米61的身高 来自于Tiger Team 7胜1负的战绩是一位泰拳手 两个选手李明蕊是反架 现场的观众为两位女拳手的比赛证重色彩 听到节奏的这种鼓励的鼓掌声 两位选手上来以后都比较冷静 李明蕊从刚才的几下动作上看应该是速度有所提升 我们来期待一下他最近一段时间的表现 前排机后手全两个人换了一拳都打在了对方的手上 后手打斧 后手打斧 漂亮 后手就先手打斧 可是裁判没有说分开 这一次在杰克的比赛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这些裁判的专业素质 非常的不错 既没有出现所谓我们之前看到的偏坦 也没有出现在于技术或者在于犯规上面的容忍度 基本上都是尺度很严谨的裁判 李明蕊因为这个臂展比较低 比较短他需要把自己身打得漂亮 别看这一下是李明蕊倒了 但是李明蕊倒之前的那一脚是有效进攻 非常棒啊 速度很快 李明蕊的变化还是挺明显 后手前手漂亮 启动的速度很快 两个人在腿法上基本上命中率很低 但是李明蕊的拳法可是命中了几下 桑莎的马萨克吧 因为是一个泰拳系的选手 他的启动没有力没有很快 转身边拳打到漂亮 这个动作真是神来之笔很棒的一次进攻 后手达斧左右手摆拳 刚才的四拳进攻中有三拳是有效进攻 全部顶系左右的摆拳桑莎马萨克吧开始进攻了 你看他身高上是桑莎马萨克吧是有优势的 在领想前的时间是桑莎马萨克吧击中了李明蕊两圈 很漂亮李明蕊这一场比赛感觉是换了个人一样 我们看这个 在倒地的前还是把自己的腿塞进去了 转身边拳这一圈正中对手 好我们现在进入第二回合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武林风 环球全方争霸赛走进结合共和国布拉格的比赛 我是评论员王彦博 现在为您带来的是第二回合的比赛 女子56公斤级的超级战 由蓝方李明蕊面对红方桑莎马萨克吧 李明蕊用一个时间差做了自己的左手的进攻 也就是自己后手的直拳进攻 这个节奏感的这个敏感已经开始出现了 我们期待了挺长时间 然后李明蕊终于开始出现了特别明显的变化 因为选手的上升其实跟各种技能都是一样 他需要一个螺旋上升的时间 能够在平台期待一段时间 我觉得李明蕊在慢慢的突破这个平台期了 这种大面积的推法在 在擂台上啊 不太容易走下了 又一个后手又塞到 因为前手塞到了 后手前手又塞到 哦 连续四拳又一次 这一轮的拳法进攻非常棒 桑德拉马萨克吧 开始往后移动 但是他在拳法上没有李明蕊快 后手拳又塞到 后直前摆 左右手打斧虽然这几下都没有 但前面的那两下是有的 后手拳又塞到 扫踢 桑德拉刚才有一个左手摆拳击中的李明蕊 但是在两个人的有效打击数上 李明蕊现在应该是占据绝对优势的 李明蕊在面对桑德拉进攻的瞬间就在进行反击 李明蕊的拳法有点像拳击啊 侧身被后挂步在鞋前杀入的这个方法 对于这个桑德拉这种选手非常有效 李明蕊打空了 左右左都打空了 李明蕊的防守还是不错 做了一个侧向移动 我们不知道是顺远给李明蕊带来了怎样的训练 但明显在这场比赛中李明蕊的进步是非常的突出 他是以后手开了把自己的身位押进去以后 我们看又是然后进行打斧 如果对方防御手下来就变成激透 右手全是打破了对方的报架 如果桑德拉和马萨科瓦一如既往的这种趋力防守 是很难长时间进行防御 现在马萨科瓦的体能已经被调得很严重了 又被打开了报架 又一拳 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依然是李明蕊的优势 而且非常的明晰 李明蕊把自己的这个身高和臂展的劣势 用自己的这种拳法的打法完全弥补 就连他的转身边拳也是在自己前进步中进行发力 好我们进入第三回合 现在桑德拉马萨科瓦都不敢把手放下 因为李明蕊的拳法太具有威胁了 后手要塞进去 外跨一步 DV的摇臂很警醒 这个比赛一旦打顺了 选手的这个能力也会发挥出更多 这个没打到 蹭开了 达佛后续拳李明蕊的体能 由达佛后手 投手 投手顶锡 李明蕊应该继续坚持自己的这个 以基辅为开头啊 因为对方现在 注意力全部在自己的这个上半身的头部方向 其实去打斧的话 对方空门是比较明显的 最后摆拳都没打到 后手拳 后手拳 扫 李明蕊达佛走侧 两个人体能都掉的比较严重 李明蕊后手拳 桑德拉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太有效的进攻 我们看扫踢也没有力量 跑出拳 当然在对手的这个能力上也会有所影响 但事实上李明蕊的确是突破了自己最早指挥攻或指挥手这样的一个单向的选手 变成了一个组合能力很强的选手 哦这个李希很危险 桑德拉马萨克巴还有一战之力 两个后手 桑德拉又跳西 打开 踩拳手的体能啊一定要注意 李明蕊不要低头啊这个低头很危险 扫踢 现在两个选手应该都是希望这场比赛赶紧结束 特别是桑德拉马萨克巴的体能已经到了临界值了 李宗瑞前两回合的那种灵动劲也变小了 后手后手连续的后手拳 大虎时间已经不多了 哇两个人是拼尽全力 好非常棒的一场比赛 这场比赛的胜负应该比较明显 更让我惊喜的就是李宗瑞这位选手 在慢慢的突破自己的平静进入另一个比赛的感觉了 我们也期待着他更多的精彩的表现 我们期待一下官方的判发结果 他们继续的比赛 他们继续的败